早期金童女性除了要操持家务 照顾一家温饱之外 更要参与矿场工作以补贴家计 而为避免夫妻在矿坑中同时遇到灾变 让整个家庭顿时依靠 矿业后期政府明令禁止女性矿工入坑工作 因此女性转而担任坑外选煤洗煤等事务 而芮芳高宫加速器计划成果展 结合金童女路的背景 由应音科一年级同学的戏剧表演拉开序幕 演一个早期矿工的小孩 对 然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因为矿工在矿场里面就是 就是拿生命去当那个独注的 就是觉得很紧张 因为是第一次演 就是参与那么大的一个剧 那所以我们这次的表演 实际上是跟金童的女力的这个部分有相关 对 那学生 这次的基底是我们学校的音音仪的同学 那他们在学校里面筹划了大概接近半年的时间 那每一个礼拜都不断地去努力 所以他们原先是一张白纸 在演戏的这个部分是一张白纸 那透过导演 这个从幼导演的这样一个指导呢 逐渐地成长 那我想我每次看到学生从不会一直到现在要开始上台去做发表 这个过程我都非常的感动 在从幼影音科大的老师指导下 大音音科学生将剧本中矿工向死而生的无奈与艰辛 以及面对有今天没有明天的辛酸与苦楚演绎的丝丝入扣 而同学们舞台上的精彩表现超乎众人预期 除了佩服导演说戏与引导的功力之外 也对于学生的表演潜力大家赞赏 我们结合今年的黄渤跟金铜 这样的一个铁道的一个精神 让学生了解在地文化 也透过跟社区的一个结合 让学生了解这个社区之前的一个生命力 建议让这个生命力能够扩展 天灯饼干就是符合青铜的风格 老师就教我们做了造型 然后就觉得很好吃 那结合在地素材又融入了外部的一个新元素 那我们创造了许多杯的一个具有意象的一个饮品 那像是我们今天会提供给宾客喝的黑金特条 那就像煤矿一样 它其实就是一个黑金的一个元素 那我们就取名黑金金铜的金 然后借由这样一个特条结合 就是古早味的一个面茶 然后再加上现在小孩也喜欢一个Oreal 一个新旧融合的冲击性的感觉 那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宾客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餐服科的同学则是将金铜女鹿 结合曼蒙坊野餐路线 由经国健康管理学院老师指导 制作一系列烘焙点心与饮品 这现场让贵宾们享用以面茶 为基底的黑金特条 及香脆可口的天灯饼干之外 还有采用在地食材 所发想的珠葱山药面包 面茶餐包及地瓜棒蛋糕等等 都受到现场来宾一致好评 借传威平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